作曲 李宗盛 我在上一個作品中有遇到一個 巫醫他替我的外公做了一個儀式 然後自從那一次之後 我就在想說有沒有機會 針對這個題材再做一些發展 所以我就去問我的親戚 問說在花蓮那邊還有哪裡有 像這樣子巫醫、薩滿或靈媒這樣的職業 然後他們就告訴我說 其實在當代在執行這個工作人員就非常少了 就還遇到片子的那個主角 就是東東 東東宏文 然後因為他算是 怎麼說的比較中生代的年輕人裡面 還有在做這個職業跟傳承的人 然後他的師父剛好也在 然後土地也還 然後也有收一個土地 所以我就在他們身上看到一個傳承的可能性吧 這個職業主要是跟人溝通 那如果我只把重點放在無依的身上 他可能沒有辦法這麼明確地去表達這個文化的內涵 所以我就把更多的觀點放到來尋求協助的人身上 我有點忘記在哪裡看到一句話 就是他是這麼說 他說你生命中比較痛苦的記憶的話 他才是有被記錄的價值 所有去尋求這些無依、尋求靈媒做儀式的人 他們都是有過某些創傷的人才會做這件事 然後所以我就除了記錄無依本人之外 也開始記錄這些尋求協助的人 就是醫者跟患者之間的對話吧 都會是這個攝影機嗎 對 再一點點就好